之前的一次展览是18年前了,是在曼谷,当时是第一次家里的三名成员一起在做展览,这一次是18年后,又一次的展览是树梅本人,还有他的女儿和儿子,地点选择了北京,北京是一个非常激动的城市,因为 北京现在变成了 雅昌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七九八艺术区的行云作画廊,在这里即将展出的是相逢中泰艺术家群展,今天我们采访到了参展艺术家舒梅春赛博士,您好,可以请您先谈一下参加此次展览的感受吗? 之前的一次展览是18年前了,是在曼谷,当时是第一次家里的三名成员一起在做展览,那这一次是18年后,又一次的展览是树梅本人,还有他的女儿和儿子,地点选择了北京,北京是一个非常激动的城市,因为北京现在变成了国际的一个大都市,并且在艺术上非常有建树。 刚才说到五个窟是几大重要文明之一了,其实北京也是文明的奇迹,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身在北京,但北京这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实,北京城本身的建筑,这种正南正北,中正的建筑结构是十分完美的。 这样的古老的文明的延续在北京,北京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如果我们说柬埔寨呢,现在的柬埔寨已经不在历史的范畴,我们的那个话题范畴之内了,而中国,北京正在延续的是之前就存在,并且一直在持续的古老文明。 那这种伟大的文明在北京还在继续的延续下去,说在这里多说一句,为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举点例子。 比如说在中国发明了最古老的技术制度,也就是我们说的算盘,算盘呢,就是实位技术制,这个小数点的存在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 同期相比,那时的希腊,这两个国家同时在研究地球的半径,计算地球的周长,于是出现了π这么一个概念。 希腊人没有实进制,没有小数点的概念,于是他们用22除以7,不停地在进行分数,分数到分数的这样的排比。 而中国呢,因为有实进制,所以直接算出了小数点后7位。 那这样两个国家在同时进行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两者并没有交流,当时的中国是远远先进于当时的希腊文明的。 可以请您谈一下为什么您的家族会有作为建筑师和艺术家的传统吗? 艺术是包含一切的,那么艺术包含雕塑,包含绘画,包含诗歌,等等很多。 如何来学习并且理解艺术,最基础的一点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像学语言一样。 那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字母,从A,B到C,然后一直到Z,这样的一个字母表,就是作为,如果把艺术比作学习语言的话,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基本。 同比艺术呢,这可能就是在学习欧美这些基础的外来的这些传统。 从字母开始,我们企图去用字母组成词语,之后用词语形成句子。 那用句子我们形成短语,企图通过这些词语或者是短句的组合来营造基础的意义。 艺术本身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用语言来寻找意义的过程一样。 那怎么让这些词语的组合变得押韵,变得可以有情感的表达,最终上升到一个诗歌或者文学的高度。 整个这样的过程,几乎与艺术和艺术家所寻求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艺术家在一开始使用线条来进行描绘,那通过线条组成规模,通过规模达到最终表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以是雕塑,那也可以是建筑的形式。 您是一位世界非常出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您的家族也是。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您的家族。 我是建筑师的身份对外的,其实从很小的时候我都非常喜欢画画。 那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习惯也一直跟我没有离开我。 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和建筑是始终在一起的,两件并行的事情。 其实关于我对我家族的认识呢,是我在长大后才逐渐意识到的。 我的父亲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画家。 那他的父亲呢也就是我的祖父,那就要追溯到将近两百年前了。 他是一位画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在当时他建造了很多的庙宇,包括古老的建筑以及配套的雕塑。 如果你去曼谷去旅游,曼谷现在有很多的游客了。 曼谷最著名的大皇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以前的建筑, 其实都是我的父辈他们亲手建造的。 柬埔寨的墨高坡,其实里面很多的建筑就是我的曾祖父他们参与建筑的。 其实作为我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家族会这么钟情于艺术和建筑。 但的确从我父亲到祖父甚至到曾祖父可以追溯在两百多年前, 他们一直在从事跟艺术和建筑相关的工作。 就像之前我介绍的,在曼谷的大皇宫里面有很多的建筑是由他们所建的。 到现在呢,如果从事建筑这个行业,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到学校、大学进行专门的这样的培训, 获得工程和设计的资格以及经验。 在我的家族呢,如果上述四个年代吧,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皇室的体系。 也就是说,国王要求他们去做什么,你是必须去要执行的。 这是一份皇室的工作,你是必须要完成的。 那时候的制度,想来应该是跟米克海朗基罗在西西亭教堂进行创作的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相似, 或者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吧。 已经成名的或者是已经在工作的这些建筑师或者是艺术家,他们会有许多的学徒。 学徒呢,是通过做简单的最基础的工作,包括筹备、涂料,进行描绘和填充色块这样的基础工作开始做起, 逐渐在实践中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可以独立完成工作的这样的一名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 这可能就是年代与年代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 对您自己来说,影响您最深的人是谁呢? 对我艺术和工作影响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我的父亲,我认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艺术家。 当然他的职业呢,是一位老师,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会说泰语、英语、德语和法语。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画画,我会到处的画画,只要看到纸就会在上面进行所谓的创作。 我的父亲在当时呢,正在编写英语、泰语的这样的字典,所以家里到处都是书。 那我呢,只要看到书,就会在上面乱画一气。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张纸上,也就是我爸爸的书上在画画。 那本书呢,应该是非常的珍贵,所以我记得他就是非常着急的跑过来,把这个书抢了过去了。 在那一次之后,我爸爸就开始给我买了一些专用的画画用的纸, 还有一些学习绘画的书。 从那时开始,我便开始认识到画画是一个专门的事情可以去做。 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呢,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巴黎,因为我的父亲在领和国工作。 我记得当时,在那时候,英语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现在的一个世界语言, 但是我的父亲遇见到,这一场英语法语之争呢, 英语会赢。所以当时,把我和我的哥哥就送到了英国的技术学校去学习。 于是,我是在英国学习长大的。 非常有幸的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和我哥哥两个人都去到了剑桥,进行这个继续深造。 这一次的参展艺术家,同时也有您的儿子和您的女儿。 您自己是不是也对他们的艺术和在从事建筑上面造成了影响呢? 关于艺术的传承,我想,我可能也在不经意之间,把我对艺术的爱好传给了我的孩子。 比如说,我的女儿美美,她最终去到了伦敦大学的艺术学院, 还有Gold Smith,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学府,去进行当代艺术的学习,和最后的这样的个人的发展。 同时,我的儿子呢,也是可以说步了我的后尘。 他去了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最终也去到剑桥,进行艺术,建筑方面的深造。 当然,到剑桥,他应该是完全在享受生活了,因为没有人在剑桥时代真的能在学习了。 但是我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在这个观点上,可能跟我的父辈是不同的。 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艺术的传承,因为时代的不同,历史的不同,我们的对待教育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我的女儿也是一位艺术家,她告诉我呢,我的作品,还有我的风格,应该属于1960年代,也就是说现代艺术的那个时期。 我本身其实与当时,我的成长过程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的艺术也始终停留在那个年代,我想我对那个年代是格外钟情的。 不光是我的绘画艺术,其实我对音乐的鉴赏和欣赏,我也更喜欢那个年代的形式。 如果用现在的方法说的话,可能是现代爵士乐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形式。 另外,这次的参展艺术家还有两位中国的艺术家,对于和这两位中国艺术家的一起展出,您有怎样的感受? 我想我的创作风格跟与我一起展览的艺术家的创作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过画面的形式可能你也能发觉。 但我认为的确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应该是不同,这样才有意思。 有了对比,这个画展才有意义。 我认为李玉刚是一个非常棒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艺术家,同时表演艺术家,同时也进行了非常周有成效的艺术创作。 他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如果您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可以亲民798艺术区的行音作画廊或登陆亚昌艺术网。